挖掘新聞內幕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是退休的刑警 高人和高刑警 洪怡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精神科醫師 湯建志潘醫師 洪怡大哥好 大家好 好 以及婚禮顧問Livy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兩性專家Sincia 嗨 大家好 我是Sincia 還有媒體人迪志偉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 離婚後 男人的笑容 所以難怪今天男來賓比較多 請派一下 請派一下高人和 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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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這個 因為為什麼這個新聞是好萊塢的影星 班艾弗列克 班艾弗列克就是他 就是他 我相信大家對他很熟悉 因為他這個長演電影 對不對 蝙蝠俠 班艾弗列克 那他跟他老婆 詹妮佛羅培茲 這個也很有名 對 巨星 巨星 他們在二十年前 兩個人其實是男女朋友 而且已經談到要結婚了 可是後來婚禮突然取消 就分手了 那可是在二零二二年 八月二十號 他們又重休就好 二十年 又結婚了 然後可是婚姻呢 只為止了兩年 今年八月二十號 由鄭妮佛向法院提出離婚 那這個當 當他們在婚姻的時候 兩個人每每出現在公眾場合 班艾弗列克都是很不高興的樣子 或者他看起來很疲倦 對 很倦怠 很累 或者很無奈 那這個可是他現在離婚 媒體就捕捉到他很開心 任何時間都很開心 所以這今天是我們的主題 那麼我們先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照片 這張據說是這個兩個人 他們在公開場合 兩個人就在吵架 對 其實公眾人物 要在公開場合吵架 這個是很 他們很很少見 很扣分 不是很扣分 就在眾人面前 大家一定有個默契 要婚也都要找 婚 對 公開婚才會看 然後做文章就會做很很兇 可是他們公開場合就吵起來了 那老實講一般吵起來 有時候有一方也會讓一下 就是說 好啦 好啦 回去再說 類似這樣 可是兩個好像都不相繞 然後說他跟真理佛羅佩茲 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班艾弗列克看起來 是疲憊又苦澀 來來來 先請教一下志偉 是真的這樣嗎 我覺得因為他們這一對 其實分開十七年之後 又再結婚 對 當時結婚的時候 就完全不被看好的 因為班艾弗列克 他自己問題很多 他又酗酒 他多次都進那個樂界 所以所以人家就覺得說 揭露你何苦 要去收一個這樣子的人 所以當時他們兩個 就是在重逢要結婚 其實那時候真理佛羅佩茲 有出了一部電影叫做 就是叫Marry Me 裡面完全就是在演他的故事 他就是活在美光燈之下 任何時間有團隊要拍他的社群 他要呈現給粉絲看到的 就是他很漂亮的一面 那他在裡面結了三次婚 就是在講他現實生活中 他也結了三次婚 班艾弗列克是他的第四次 二零二二年 他們那時候是訂婚 但是後來就是沒有結成 所以如果要算那個無緣的 應該加上這個班艾弗列克 這次應該suppose 應該是五次 對 所以當下他們兩個要結婚的時候 就好萊塢很多人都不看 果然這個婚姻維持不到兩年 那個時候要結婚的時候 就傳出很多J.Lo 他提出的條件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珍妮佛羅培茲 他在美國 其實他的地位就僅次於瑪丹娜 如果我們以那個 已經出到三十年以上的 就是說他的唱片銷售 他就是輸給瑪丹娜跟Michael Jackson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他的地位是很高的 而且他是影歌式三七的藝人 到目前為止 就是他的唱片的銷售紀錄 還是排在西洋歌手的前五名 那他累積的財富到現在是一億一千萬美金 確實啦 所以班牌佛列克差 他是差很大一截 他們兩個結婚的時候 一起合買了一個非常貴的豪宅 六千萬美金 裡面還有運動場 電影院 十七間的浴室 三十間的套房 那是誰要住的 對啊 對 那這個錢誰 誰差的話 住那麼大的房子 婚姻肯定都不幸福 你想想看要叫一個人 都不見得叫得到 家貴在溫暖 不在大 是 真的 那所以說這個房子 當時也有傳出是Jello買單的 因為班牌佛列克他的 他的產值跟他的片酬 根本差他一大截 因為那個珍妮佛羅培茲叫班 這樣子 還是叫不到 對 有一天班進來 說我剛剛這樣含 你怎麼沒聽到 我都沒聽到 對 所以他們之間的地位 就是不對等了 那你想想看 這麼一個強勢的女強人 曾大哥你剛剛看到那個照片 其實是大概差不多三個月前 他們出席一個 珍妮佛羅培茲新演的一部電影的首映會 那這個有人是把他拍成影片 放在T-talk上面 然後有所謂的行為專家 去解讀他們的唇語 然後把他們兩個在吵什麼 把他翻譯出來了 他是在講 珍妮佛羅培茲就問班 佛羅培茲說 我穿這樣會太露了 因為他上面就是 這樣子 很露 就是他的 因為翹臀針 除了翹臀之外 還有他的豐胸 然後班佛羅培茲一開始是跟他說 親愛的 不會 你這樣很性感 真的嗎 我覺得好像太露了 你要不要靠近我一點 幫我遮一下 那班佛羅培茲就很不耐煩的 覺得你自己要這樣穿 現在又要我配合你 而且你靠近我一點 你到時候親我 他就喜歡他在面前 你要展現他們很恩愛的 你要親我也比較方便 他好吧 只好有配合 那配合完之後就是 你很懷疑 而且完了之後你知道 因為他不是主角 他沒有演這個戲 他只是陪他一起出席 好了 你的工作結束了 他就一個眼神 你可以下去了 就換其他人上來跟他合照 那這時候就不用有人 去遮住他的胸部嗎 所以人家就會覺得說 班佛羅培茲這段婚姻 其實真的他是一個要被控制的傀儡 因為他們結婚前也傳出 就是當然這個我覺得 珍妮佛羅培茲沒有去證實這件事 只是他曾經在一個talk show上面 有人問他說 因為如果有看過 marry me 你這部電影的人就可以知道他是on schedule的人 因為那部戲就是在演他自己 他任何事情就是要分分秒秒都要控制好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自律甚高 很控制欲的人 所以他就講說 我跟我的伴侶 我希望我一個禮拜能夠要做四次愛 就是要發生親密關要四次 而且要跟我約時間 不是你想要來 我就要可以 要約時間喔 要約時間 講到一個禮拜四次 潘醫師一直搖 所以才會有人說 小班因為酗酒又酗菸 體力不是很好 然後珍妮伯羅培茲 一個禮拜要四次 所以他被榨乾了 那當然你想想看一個女性 因為Jero已經五十五歲了 他還可以維持這樣子的一個 其實你看像女強人都一樣 這哪個瑪丹娜也是 之前他跟蓋瑞琪的婚姻 也是蓋瑞琪覺得說 我跟我太太要做愛做的事情 還要約時間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要跟女強人在一起 其實沒那麼簡單 是是 好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 就班艾佛列克 這個就是婚姻狀態的時候 是這個樣子 我的天啊 對 然後他說他這個離婚以後 從來好幾個月以來 他都沒有這樣微笑 你看他鬍子都刮掉了 年輕 是 然後這是另外一張 就是說他這一張是無比開心的面孔 就是說那個什麼 那個外送送過東西來 他來拿外送 他就高興成這樣 他看到外送他就覺得好開心 他不用看到J-Lo的臉你知道嗎 如果外送是真理佛羅佩茲送 他應該把他摔上J-Lo 對 他講 他還講到一點 剛剛露題 他說因為他會抽菸嘛 那真理佛羅佩茲很討厭菸味 如果你要親我口香糖先吃一下 所以他覺得他受不了 要這樣子 對 好 那辛西亞的老公是美國人 這個男生怎麼看這個事情 他老公眼光真的很厲害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